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干一件大事情 就是我的衣柜断舍梨 还有衣帽间小改造 我来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现在的衣帽间长什么样 这是我们房间的一个walk-in closet 这边的衣服是我的 下面还有一些包包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还有一些不常穿的鞋子 这边还有一个小柜子 那个衣服也是我的 这么多 这边的衣服 就是我们家小黎的衣服 充分展现了一个广东男生的风采 跟我的衣服 各占了半壁江山 这边还有一些 Random的东西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这个衣柜状态 平常找衣服是挺难的 而且很多衣服 我们俩都觉得我们买了挺多衣服 但是我们穿来穿去的好像都是那几件衣服 我们就想通过今天这个衣柜整理 把自己所有的衣服都go through一遍 看一看哪些衣服是需要的 哪些衣服不要 然后再借机改造一下这个我们的衣柜 这个储物空间 现在这边其实下面有很多位置是没有很好的利用的 首先第一步就是我们要把衣柜里面所有的衣服都搬出来进行整理 我会参考那个Merry Condom的断舍离的方法 对每件衣服进行一个分类 我们开始吧 Hello 我把所有的衣服都放在了我的床上 不堪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有那么多的衣服 根据那个Merry Condom的发色 我要对着每一件衣服看一看它 然后问一下自己还有没有心动的感觉 如果有的话我就把这件衣服留下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把这件衣服分享 祝我好运满 这衣服这么多 不知道要看到何年何月 我把这件衣服分成了三份 这一堆需要留下来的天选 这一小堆需要扔掉的 这一大堆就是我要进行思想斗争的 我要每一件试一下看一下我现在还对它心不心动 因为我对它有一点点心动 但我不确定这些衣服还适不适合我 所以我还要试穿一下 所以我还要试穿一下 所以这一堆是我决定留下来的好多 所以这一堆是我决定留下来的好多 哈哈哈哈我是太容易心动了吗 我们在宜家下单买的抽屉柜到了 他们现在还行不是特别卖两三周就到了 买了三个这样子的抽屉柜 所以这边是一堆那个篮子 可以放进去 跟我房间那个是一套的 你没有锤子吗 锤子 你找一下应该有锤子 你一个锤子 锤子 你一个锤子 等一下 我们的所有衣服都清空了 现在感觉其实我们衣帽间还挺宽敞的 我们要改造的地方就是 把这两个柜子 这个黑的白的都拿走 然后我们在这边 我在宜家买了三个这样子的抽屉柜 然后上面叠一个 然后旁边再弄两个 这样子会有更多的储存空间 我们刚刚已经把柜子放进来了 然后刚刚发现一件很傻的事情 我还以为我原来那个柜子跟他们是同款的 结果好像不是同款的 现在就有一个不一样 但没办法 之后再换吧 好 好啦 我刚刚已经把衣服叠得差不多了 嗯 还分类了一下 这是我的夏天的短牛仔裤 这边是长的牛仔裤 这边是短裙 这边是长裤 然后这边是一些毛衣 各个的毛衣 这边是小费心 然后这边是大的毛衣 最大的睡衣 然后这边是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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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看我们已经收拾好的衣帽间 这个抽筋是我所有的短袖衣服跟小费心 然后这边是我的长裤 牛仔长裤 还有普通的长裤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所有的长袖衣服和毛衣 这边就是我所有的裙子 然后这边之前这边也挂了好多衣服嘛 就很乱 然后现在我们这边只能挂包包跟帽子 我就按照那个Mari Kondo的方法就是一件一件这样竖着放 然后你就知道自己有多少件衣服 然后你平常找衣服的时候也更容易找到你想要的那一件 今天早上选衣服的时候我感觉比之前更有搭配的灵感 因为之前都是习惯了穿最近最喜欢的几件衣服 也不会去花太多心思去找以前衣服看以前衣服嘛 所以导致很多衣服利用率特别低 我今天早上去穿的一定我平常不怎么会穿到的衣服 我感觉还挺有效的 我特别喜欢这两个盒子 就是把一些比较零碎的东西放在里面 然后也会显得比较干净一点 我这个盒子是放了我的袜子 这边是放了一些小小的用品 像这个Cashmere的喷雾啊 还有这边有一些泳衣 还有一些其他小东西 这边左边这边是比较冬天的长袖的裙子 然后这边是短袖的 然后这边是有一些小吊带小背心 这边是我的Hoodie 五颜六色的Hoodie 然后这边就是我所有的衬衫 就是放在抽屋里面不太好的衣服都这样子挂起来了 好啦差不多就是这样啦 我感觉还是挺整洁的 开心